泰雅学堂孩子们的美妙嗓音 就像是来自山林间的天籁美声 偏偏缭绕在大家耳边 老天爷大方给了他们能歌善舞的天分 但也一并带来了偏乡资源匮乏 这个大挑战 怎么样让孩子们在环境的弱势中发挥长财 成了12年前一群无私的原乡校长 老师们创建泰雅学堂的起心动念 从这一年起 对坚实舞风原乡的孩子们来说 有些事情开始不一样了 他们在学堂里学唱歌 学乐器 透过音乐寻找翻转未来的可能 在这里上课的孩子们 变化最多的就是他们的性格 泰雅学堂的孩子他天真就是好动 可是上了音乐以后 心灵上的熏陶让他们气质改变了 一转眼泰雅学堂成立12年了 每个礼拜六老师跟校长们就像这样当职工 免费教导孩子们合唱 执笛 打击跟弦乐 也帮忙顾着学校的功课 这里像音乐教室 像安琴班 更像孩子们的第二个家 泰雅学堂被爱努力灌溉着 孩子们很争气 很努力 没有辜负大家对他们的好 不断地征战国内外的大小赛事 也常获邀参与演出 瘦小的身躯却有着无比强大的能量 清澈如天籁般的嗓音 总是能够轻易地撼动人心 2020年对泰雅学堂来说 是个全新的领程碑 在百合辅伦社跟天意辅伦社的协助下 争取到了国际辅伦奖助金 我想缘起在前年 我们在新加坡的大使馆 然后跟立委高金素媒 我们谈到希望给泰雅 一个希望之家 一个部落有个希望之家 因为那样子的一个愿力 所以我们开始找手写 这个泰雅的希望之家的计划 我们幸好有天意辅伦社创社长 CP Clinton的权力协助 还有我们的清除奖助金主委Tina 她也是这个幕后很大的工程 她都帮我们想怎么样来去突破我们的困难 那还有就是我的秘书Jesse 还有她的儿子 都是在这个个案里面 发挥团队的力量去克服所有事情 包含知名校长 甚至就是被我们半夜扣来说 你赶快来帮我想想 到底这个全球奖助金的案子 我们给泰雅的这些部落里面 我们有什么样的永续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经营 这一个成为传承 一代一代的可以花扬广大的 泰雅部落希望之家顺利落成启用 终结了泰雅学堂 寄人篱下孟母三千的困境 难能可贵的是 这里未来不但是泰雅学堂的据点 更是整个原乡聚落重要的基地 只不过栖身之处有了 但要维持学堂的运作 却不是这么的简单 尽管学堂里的校长跟老师是职工 不过学堂每一年仍然有庞大的开销 需要靠着孩子跟校长 努力想办法筹钱 才能够撑起未来的每一天 泰雅学堂在成立这个十年多 其实也都是靠社会各界的支持 跟协助跟帮忙 包括我们泰雅希望之家 也是很多的这些团体 包括我们百合福伦社 这样的大力的协助 能够把泰雅希望之家 能够重新把它打造起来 那当然打造之后 这个永续的经营就很重要 那永续经营当然经费 也是一个很重要 除了也希望我们社会各界 能够继续支持我们泰雅学堂 未来在泰雅希望之家 这边所做的一些 针对我们原住民孩子的 一些人才培育的工作之外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 在泰雅希望之家这边 能够可以打造一个 自给自主的一个部落 那之后呢 我们这些 他们所制作的这些 这个艺术品 或是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创品 那也欢迎我们社会大众 假日的时候 我们办艺术事集 可以多多的给我们一些支持 让我们部落的这些产业 也能够复苏起来 从泰雅学堂到 泰雅部落希望之家 孩子们努力向上 争取每一个可以让自己 更好的机会 只要有心 只要有愿 力就能有多大 即便未来仍然有许多 未知的困难 等着他们 但有了学堂的校长 老师们的陪伴 还有来自社会的温暖 相信孩子们 一定能够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让努力翻转的人生 有机会发光发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